但是我来到这边这么久了 真的是会感觉到这一个地方 国民他们这个国家的国民生活 真的还是普遍的还是较低的吧 像遇到我们中国人来到这里 最起码你在中国 哪怕你在一个工厂上班的 一个工资在这边 都感觉是特别特别的高的 但是如果你想来到这边生活的更加 像你们现在租的这个房子 一个月到一千多吧 一千八尼币到不了一千多 也不是尼币吧 不一万八尼币 一万八尼币算了 一万八就一千多了 那你现在又是按我们中国的 持法跟住法以后 你毕竟是来这边旅游的 那你肯定开支也要过 三到五千块钱一个月 你才能感觉到 在这里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吧 不要说你下去 去什么行李酒店 做什么更好 花得更多一点点 对不对 所以说那来这边的话 一个月也要到 三到五千吧 我感觉才能 如果你说来这里 逃荒逃闷的话 主要是中国人啊 相对来说 要求生活品质比较高 你现在每天就吃肉 喝酒 而且尼泊尔的酒好味道 现在我们知道 有一个不贵的了 就是这边 八二年的家念味 比较 那就是现在 你做自媒体 在网上有喜遇参半吧 你怎么去平衡你这个心态 有夸你的有夸你的有去诋毁你的 嗯 你去怎么去平衡自己的心里或者你是怎么看的 从这一点的话我是这样子去感觉吧 本身如果你不去做自媒体一旦做了自媒体就是一个公众人物 就有的时候哎呀心态有的时候是还没做到一个去平衡 其实看的更淡一点的话就是 嗯 夸你的也不能太过的于去激动 嗯对不对 呃批评你的 你也不可能去太过于的悲观 有的时候我感觉看一个作品的时候看一个你 因为他们跟看多的我我感觉我都是像个朋友圈一样对不对 人家看到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 特别呃一个大龄的一个嗯青年吧 我们应该不叫青年一个大龄的呃一个中年男人 还算青年还算青年 不算青年在这里的话遇到一个异国他乡的一个这一个爱情故事 更多都有自己的一个平衡吧 比如说你这么年纪大了你过来找了一个这么呃年轻的一个女孩子的时候 呃是不是在得瑟啊 是不是有这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 但我们感觉我更多的真的就是一个拍自己的一个生活 那你也知道在这个国家能找得了年纪大的女孩子吗 找不到找得到嘛就换一个角度来说给你去找 现在能找一个22岁这边22岁以上的大龄啊 呃女孩子啊 在这边算大龄 这里算是大龄的吧 能找得到吧 那打着灯笼你就是找不到的 真的找不到 我所以说我感觉呢如果你在这一个国家谈恋爱的话 年纪一般我感觉啊嗯 178到20岁这是最多的 因为他们再多的话就好像是家庭的原因了必须要嫁出去 20岁的就少了 除非就是家庭环境好的那种有20岁左右的 他们这边我们当时前前几个不是讲的 他们这边女孩子要给男方彩礼的 他父母就感觉养着你家家里面多吃一口饭 多养一年就多亏一年 亏的话讲的这两天就感觉是一个累赘了 就感觉都要负担一个人的伙食了嘛 所以说在这一边的话178到20岁 是他们这一个是正常的一个零零段 你说去找一个二十多岁二十二三岁二十四五岁的人 我来这里这么久了19个月看到这样子单身的不是没有 极为少数就好比我们在大街上看到全部都是 普通的女孩子你看到一个漂亮的红少 大概就是那种情况就稀缺吧 感觉在这个国家是大龄的女孩子叫做稀缺吧 很多人也在这一点上也去一直在在讲 你没有到这个地方吧就是没有到这个国家 因为两个国家本身就是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 对不对不可能在这受到我们这个每一天在呃我们的认知内去评判 你在这一个地方的一个那个肯定是不对的嘛 但是没有来过的那肯定说呃 评判的也有他可能是不理解啊对啊 这个岁数年龄为啥相差那么大 更多的像你说的肯定就是在一个不去理解吧 你两个文化粉本身就不一样是啊 你要你要是找一个年龄跟你差不多的你就直接当老了当爷爷了 就是你刚才回到你那个问题就是喜悠参拜的时候你就去了解 其实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的时候可能他没有经历他的批评 只是你去认为吧哎呀他没来过这里你只能说他不来过这里不了解这一个呃国家的文化呀呃呃 风俗习惯没能感同感同身受还是希望有些就是大家有时间来女本玩一下走一圈也不贵真的不贵 哎呀其实你你没有看感觉到其实张目口岸呃 呃离这边就是一个关口坐飞机来过一个桥嘛你还要飞一下喜马来一下山脉嗯 如果到了张目口岸几个口岸就是一个国盟而已走过来就是了 那个走路都可以过来那个基本上可以说到可以把那个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你都可以过到这边来感受 对不对你可以深入同你同张目口岸你可以深入到这边50公里的地方对不对 你走路走三天走得到了50公里对不对嗯对不对你在当路沿路吃一个饺子一个摸摸一天大概是有20块人民币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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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又想吃到每一天我都想吃到包着一只整只鸡在这里吃不一样对不对嗯嗯 其实在这边住的也不贵嗯你要是吃泥餐的话你想花贵的价钱吃也没有哈哈哈这里我到五星级他们这里所谓的五星级去吃一个大陆霸子也顶多40 人民币嗯对不对40你我感觉40人民币已经很好的的哈哈哈还有肉羊肉太多了但是你想一下如果你在中国点一桌子豪华大餐要多少 嗯对不对在这里你点的最豪华的一个大陆霸子就试试 顶天啊如果吃本地的摸摸 真正的话就三块对不对那一天吃一个摸摸两份的我算你一次吃两份这边的摸摸就是中国的饺子包子西藏西藏那边传过来的挨得近了他们这边基本上都是西藏那边过来的呃这个饮食啊嗯跟文化一起路了的这边我估计是这个样子像面条这边有什么样的 但是他们改了改成咖喱呗对改成咖喱呗就是改成了咖喱呗其他的真的就是感觉吧来到这里从来到这里然后到了做短视频然后对这一个米格纳这个家庭然后对着这个家庭的一个付出我感觉是应该的更多一点吧如果你说责任对责任会更加多一点因为我感觉我跟米格纳是一家人的